今天来到金派挑战的周女士告诉我们 她的丈夫有个发财梦 她就自己说 我自五年一定被发财的 你就享福了 反正吃装不成你就好了 为了实现心中这个梦想 丈夫可谓是卯足了劲 用足了心 上可言结构铺面 现在我们镇上买了两个店面 13万还是44万 下可如何捡石子 听到别人说 有鸡血的那个石块 全体钱她就去捡了 这家那里不是有一条河吗 自己下河去捡 可这折腾来折腾去 周女士没能如愿过上丈夫口中富裕的生活不说 连自己在家中的话语权也逐渐丧失了 我说你不要去买 他就是说你不要说了你烦死了 你又不懂 可周先生却认为是妻子眼光太短钱 我进步就是退步了 你老盯着这个现有的钱干嘛 你要努力去开发去赚钱 眼看谁也说服不了谁 夫妻俩只得各自为证 感情却逐渐被割裂 我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送一个什么再给我 他说你这种原因就是稀微 心里都很委屈 回来还要大声一吼这样那样子 心里难受不了 憋气不了 这边要应付这么多事情 那边我向谁去试出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张先生对自己的发财梦如此执着 追梦路上又是怎样的矛盾 让夫妻俩的感情陷入僵局 今日的调解对于张先生来说 究竟是梦醒时分还是梦缘时刻 我们的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张婷欢迎本场调解语言胡建允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周女士 一位是张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样的诉求 叫我老公尊重一点 这个尊重指的是什么呢 经济方面呢 知情权吧 花钱嘛不要浪花嘛 用起来的时候跟我说一下 有些事情他就是 不理解我 你有跟他明确地提及过 所谓尊重这个话题吗 说过来呀 他就是说 你又不懂 外面的诉许你懂啊 所以这种不尊重 还不仅仅是说 钱的使用不告知你 还有这态度上的不尊重 如果他见得这样 我就希望孩子我带嘛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小孩子小的还这么小 毕竟我妈妈也刚过世 我说有些事情好好商量 大家好好过 他提出来 为什么要离婚的那个原因 你自己能接受吗 我自己也有我的原因 最近那个压力太大 我也说不出来 我有些事情都没地方说了 你自认为 至少在钱的这个使用的方面 你有尊重过他吗 有给他知情权吗 知情权肯定有了 那你彻底 你不长一期呢 你怎么能了解这么多了 我说给了 你说没给 这些东西 你要自己加入 长野进来才知道 所以你觉得是 他的主动性不够 是啊 沟通不够嘛 时间上不是够方便 谈起两人之间的矛盾 周女士和张先生 都先后留下了心酸的泪水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周女士告诉我 她和丈夫 是一起做室内防水工程生意的 可是在此之余 丈夫这些年 似乎十分热衷于 发财致富这件事 更加美好的生活 每个人都向往 丈夫的心思 本无可厚非 可问题就在于 丈夫这些年来 瞎折腾了这些事 在周女士眼中 都十分不靠谱 七八年间 我们还在在庄的时候 听到别人说嘛 不是有那个石块嘛 他说那个有鸡血的 那个很底前 他就去捡了嘛 捡了好多 你说什么鸡血石 这种东西是吗 对对对 底前 他去哪儿捡呢 在庄那里不是有一条河吗 自己下河去捡 他那个干掉了 干掉了就在这上面捡 吃到捡回家了 现在穷在庄 带到庄里去来了 还带回来了 对 捡了多久 捡了多少 他就一下子的心情 捡了两桶吧 带回来了 捡了两桶回来 有挣钱吗 边在放在那里 我在浙江 看看人家不是 有那个古关市场 然后我重塑的 那些那个防水 那些捕漏 都是那个高档小区 人家都是那个观赏石头 空的时候去转转 捡几块自己观赏一些 拿来放在那里 不占地也不发钱 你捡石头的初衷 是什么 我也是自己欣赏啊 也可能有一个 那个那个固执在里面 说不定这个石头 它是那个发石 还是什么东西 也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慢慢了解 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 后来那就回来了 回来就做事了 做了一个工地 人家就说 你这个做这个古楼嘛 他说你连那个烹沙嘛 房子烹沙 他说这个也可以接来的 没机器没机器 就去买一个机器 我说你不要去买 你又不费 他又不听 他又买了 那这个赚钱了吗 没有啊 现在一次都没用过 又放在那儿了 跟那两桶石头命运一样 对 放在那里 我自己是做环水的 做那个补料的 我这个量大的 我就可以用这个机器 替代人工的呀 为什么他说 从来没用过呢 没用过量小就不用嘛 这个用到干嘛 这些跟石头还不同 这些是要花钱的 对 我都反对他 他说你又没有给钱给我 你不怕白买了吗 我是做最后 那都是经常用得到的 七年 上半年 还有一个那个结篮灶 这是我们那里人代理的 他说 哎呀 这个肯定也不这样 我也得去得得得 我说人家已经代理了 你还得得得有什么用呢 他一定要去买 我也拦不住啊 钱在他手上 代理起来了吗 没有啊 一次没有 自己买了一个 放在那里 你们家堆了多少东西啊 好多东西 把你们家东西 统统算一下 是不是你们家 可以干什么都可以 什么工具都有 什么设备都齐全 人家没有的 就到我们这里来去 你们这里齐钱嘛 设备齐钱 公司也是这样 你要设备齐全 能央配 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个团队 很顺手的呀 你等到你做这个 没有做那个 你怎么去做事 这个你想做大嘛 肯定首先是 在经济引起的情况下 这个设备 首先要跟进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然后就是要组织 这个团队 至少没有给家庭 带来什么损失 对吧 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性 一个希望放在那 对 在张先生看来 自己在经济上的 每一项支出 付出的每一次行动 都是为将来的富裕生活 添砖加瓦 可这些在周女士的眼中 都显得毫无意义 如果丈夫只是一直这样 小打小闹的话 周女士就算无可奈何 也只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去年丈夫在经济上的 一项投资 不仅没有告知自己 甚至还动摇了 家庭经济基础 这让周女士 感到完全无法接受 去年卖铺了 现在我们镇上 买了两个店面 她要买的 我也没有说话的权利 多少钱你知道吗 13万还是14万 她说我们还要买一个店面 我说不用买了 我说小孩子这么大了 你妈妈也生病了 如果她要钱的话 我们也要出了 咱们得留点底 对呀 她有额子这么大了 讨媳妇你要钱包 你急什么了 我飞去接呀没有 你额子明天带老婆回来 我明天都拿得出来 不用你管了 我就算了 就是要说买了就买了 你知道的时候已经买完了 是吗 是啊 她已经付钱了 那店铺主要买来干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些人家不要的板呢 又捡回来 待在那里 还是做仓库啊 买了店面专门放这些东西 放乱七八道东西 古板呢 这些东西 我这个两个儿子 大的马上有二十多岁了 楼上就一套房子两个儿子 假如儿子有个女朋友 把这相亲怎么样 儿子要用就给儿子用 我们自己下面有店铺可以住 可以那个 我就可以生活在下面 也没这么的麻烦 不行我这个店铺可以挡出去 不可以移钱呢 非要这个钱放在这里等 到我们去人家也要有人要了呀 这个房子啊 就是三千八一个平方买的 房子一套房子放在这里谁住 我这个四千一个平方买来 可以既可以做店面 又可以做住宅 我干嘛不选择这个呢 所以她说的没道理 没道理啊 我就认为你年龄比一年大 再一个还一个小儿子 到时候他长大了 年轻人创业肯定 暂时费没有钱的吧 你要拉他一把 让你不懂 你讲的这个事情 创业没有到这一步了 你什么事情都怕着怕了 我这个三年还在这里做了 现在保着这个口碑 我这个发展下去 自己也是有那个的 你有些事情你都不加了进来 不了解 这个东西沟通就会成障碍了呀 你首先你老盯着 这个现有的钱干嘛 你要努力去开发去赚钱的 你干嘛不加了我起来 的意思就是 在你们家里的情况来看 他的这种想法是不合适的 是 进步就是退步了 面对妻子在家庭经济上的担忧 在自己做法上的不肯定 张先生一套一套的道理 接踵而来 是离也直 气也状 周女士就算再反对 可目已成周 她也只得无待接受 毕竟店铺这种固定资产 无论今后价值几何 是涨是跌 始终是属于自己的财产 可是近期 她却无意中发现 丈夫又一次在经济上 擅自做出的决策 已然伤及了家庭的根本 欢迎收看江江西威士金派条节本 节目继续 她借钱借给别人了 借了 我不知道五万还是七万 这个借钱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听别人说的 她说你老公借了钱给别人 后来我就进来问她 我说你借钱给别人了 她说是啊 我说你借了多少 她说借了五万 我说现在借钱都不好借 你怕什么了 你钱放在你这里就是死的 放在我这里就是活的 后来呢 借钱的那个人跑掉了 跑掉了 我就跟她说 你不是说你去问她回来 你不要说了你烦死了 你傻不傻 我借的这个钱 我又可以赠回来 她没把这个当作很严重的事情 借钱是这样子 我们是诚心想帮助朋友 她就是等于就是设计好了 一个枪刀让我装 刚开始就这样 我在她这个天然气公司做事 熟悉了 然后她就说这个天然气 就跟这个我们这个汽油 不是老是有转有跌的 跌的时候她纯点油 她那个力量空间更大 她就说需要周转 就说在我这里 借个两万块钱 两个要周转一下 借了两万没过多久了 她说再借一点 再借一点 就说借三万 我们就打一个五万块钱的借条 她说我在这边管这个公司 我们哪里有一个什么大一点的项目 有一百来万 到时候我在这里管 好像一直说我帮她一下 说不定那个工地她帮我那个增起过来 一下子就是这样子设计了一个房间还是怎么样 就把我这样掏进去了 等到那个过了五六个月公司里另外人打电话 一般有什么事情都是这个经理打电话叫我去做事 突然坏人了 那我感觉我说怎么你们经理没给我打电话怎么样 他说你借钱给他了是吧 我说怎么你们经理 他说我们经理都跑掉了 我的眼睛都一翻我都白了 对不对我就打他电话 电话打不通 微信微信关机 刚好这个期间发生这个事情 我妈妈是病危 然后她不理解 所以就是说我心中是很压抑的 我刚才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我是痛点 人这个搞得是很憔悴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她没有往后退一步 给你多一些包容的话 那对你来讲又是更大的压力 对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有想一想 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吗 自己认识到也有错误了 就是说她说的这个工地 对我可能是有点诱惑力 这个是说实在的 有一个很不错的主业 为什么不就把这个主业做好 你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发财的想法呢 一棵树下掉色 其他的有那个方向也可以发展 不可能你就光做一个就来发财 这个东西也都是靠人 不能死守一块 他就自己说 我这五年一定会发财的 你就享福了 反正吃床不走你就就好了 你有你吃有你穿就可以了 经济跟精力引起的情况下 肯定要扩展的 谈及这次的受骗经历 张先生也是悔不当初 心痛不已 直言自己是一时没受住利益的诱惑 才不幸中招 听到这里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当初的小打小闹 还是后来的买店铺借钱事件 张先生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实现自己的发财梦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张先生在追赶梦想的道路上 走得如此急切 甚至是有些盲目呢 短暂的沉默过后 发现我们道出了原委 刚结婚以前是开始是很穷 一心就是说想着要怎么搞钱 因为以前就是说跟你说的穷叛了呀 那个现在不拼的话 五年十年你还这样去拼呢 还是会有紧迫感 这个就是说 你像现在我都拼个几年 我说拼个几年 我就可以要脚步放下来 我就要退休 你这个现实跟那个财米油盐挂钓 你没有钱就不现实 所以你要根据这个现实来赚呢 你天天拿着道理挂在身上 难倒饭是吧 结婚的时候 他讲的那种刚开始的压力 必须得拼命地挣的这种 你能理解他 我也会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们分家的时候吧 可能欠了一点钱吧 那个时候都是在我娘家 去做房子 也是我姐夫帮忙的 那个时候很苦的嘛 那个做房子 他姐夫一家是帮弄了 帮弄我 但是后来吵架 他老是拿这个事 是我的痛苦 所以我就这个 这个我也是为这个钱的 这个东西很敏感 我也不愿意这么苦的 所以我就始终什么时候 我都对这个钱 这个发展很敏感 我也要 一直要要那个 明白 因为我曾经在这方面受过伤害 所以我不想背负着这个压力 日常生活中 有时间谈谈情感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跟孩子们 跟老婆 跟家里人 这个交通很少 我也不以为 我也这个 他不知道 儿子出去外面打工 一年都不会错 一般都会我打电话 因为我小儿子 不是那个 开窗道嘛 儿子就说要交钱 交钱可以吧 非不非天天天练啊 天天练就交钱 不天天练就不交钱 你在得了两块铜牌了 爸爸我得了铜牌 哎呀铜牌 我出钱的 不出钱你得得到啊 家庭成员的关系之间 其实是忽略了很多的 对 我说这么多年了 你都没送一个什么的给我 我说一个戒指 我叫你买给我 他说你这种 你就是稀微 我叫他买一个手镯嘛 他就说八千块钱 你买一个手镯 我说八千块钱 现在一个房间这么贵 买的都很薄的 我起码要一万块 一万多块钱的时候 一万多块钱带在手上呢 别人剁掉你的手 你都不知道 那是气败 我们都是工作工地出来的 没有这么细腻 但是我这个人是心事很善良的 在日常生活中 你觉得他不理解你的这种感受 是很强烈的 是吗 曾经在生活中遭受的困苦 在自尊上受到的伤害 让张先生拼了命的 想要赚钱 改变自己的生活 调解至此 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明明是这样努力的一个人 却让自己陷入了如今的困境 明明是一心为了家庭更美好的两夫妻 却让关系变得一步步僵化 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观察员吴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二位啊 其实都是实在人 都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人 为什么两个都实在的人 两个都挺善良的人 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 就是你们的需求点不一样 在南方看来的话 当下所有的任务 所有的目标 所有的结果 就是去赚钱赚钱再赚钱 不管是投资也好 买店面也好 包括是借别人钱也好 你的一个出发点 其实都是为了赚钱 获取更多的这个 经济的收益和回报 但是我们的女方 你的需求点是什么 你其实想到的 就是一个安稳的 过日子的一个状态 你们两个的诉求点 和需求点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发生分歧 第二点呢 你们两个人的分工 混乱 不同 统一 你们的在一些工作上 在一些生活上 你们的分配都是混乱的 投资的这个事情 女方其实不希望她要投资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说服她 那么南方总觉得说 我这个投资 其实就是为了去赚钱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的爱人 没有一致和统一 这就到后面会导致什么结果 就会导致我干我的 你不要说我 以至于导致你们的这种分歧也会越来越大 第三点 确确确实实是你们在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 这一段期间就家庭的这个烦心事特别的多 被容易干扰到 比如说老人突然的这个病重和离世 确确实实一下子 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 就有点心理憔悴 有点应接不暇 导致你们的之间的这个问题啊 矛盾啊越来越大 其实有些时候我想跟我们的周女士说一下 虽然你的老公说话不够好听啊 言语上表达不当 这是他的工作性质导致的 并不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学会沟通 学会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些包容 让你和你爱人之间心里的那个家 这个精神层面让他富裕起来 南方 我觉得你特别的累 有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苦楚 无处去诉说 你是个拼命三郎 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赚钱养家 为了孩子 为了妻子 为了让你的父母骄傲 你再证明给别人看 你真的是一个 我为你点赞的好男人 你有很多的痛和苦 包括压力 给身旁这个女人说一说 你这个家的物质生活 肯定是无忧的 是吧 有小洋楼 有小店面 孩子大了 对吧 妻子也很贤慰 守护着后花园 可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你肯定会告诉我 我这么大的压力 我哪有那么的时间去诉中场 这是不可缺的 男方 你觉得呢 假如说 你可以告诉他 老婆我特爱你 老婆你把老人孝敬好 打理好 把家里打理好 把孩子揍过好 我特别的感恩你 有什么事 学会跟他商量 他的要求并不高 这么低的要求 他只是想得到 家里的知情权 他不想掌控你 他只是想 你有什么事 能给他 有商有量 别让这个 一心为了这个家 为你付出了一辈子的女人 别让他流泪好吗 男方 你把苦和泪 一切你都想赚钱养家 对吧 那这个家就要有孝身 夫妻之间要有爱 要有情 你们的日子 才会越过越甜 廖祁玉的温言细语 触动了他们的心 他们的眼泪 在这份理解之中 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而一旁的心理咨询师 刘怀博则决定 为张先生多年来 在经济上的坚持 分析出更深层次的 心理动因 张先生周女士 这么多年过来 贯穿始终的一个词 焦虑 张先生因为曾经 所遭受过的一些经历 生活当中的一些困苦 造成了张先生 在做很多事情 考虑很多问题的时候 总是会呈现出来 一个状态 就是这些东西 我拿来了 我即使现在不用 我也将来也会用 这种焦虑 焦虑的是 我是为未来做打算的 这种状态 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而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就是在干什么 在逃避 逃避的是 我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这种无力感 虽然他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对孩子 还是对妻子 表现出来很强势 但他内心里面的 那种无力感 他内心里面的那种 受打击的挫败感 他一直都没办法去 发泄出来 这也是他为什么 在行事方式上 他一直显得这么的执着 因为他只有这样去做 他才能够让自己内心的 这样的一个挫败感 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无力感 得到一个缓解 得到一个安慰 他会告诉自己 我做的这些事情 不是没有价值的 我此时此刻的失败 只是暂时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样的一个认知 一直支撑了这么多年 哪怕被家人不认可 他也要去坚持这么做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看的不是你们 他看的是自己的内心 他的这么多的失败 他的这么多的挫折 其实他自己比你们要更痛苦 但是他很无力 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 他自己这么去做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合理的考虑 但结果他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他希望得到什么呢 希望得到的是 来自于家人的一个包容 来自于家人的一个理解 作为妻子 你想要去帮助他 你在生活当中 要多一些理解 尝试多一些鼓励和肯定 张先生 您看您捡石头 然后搞投资 你是希望通过这些 不仅去满足个人的成功欲 更多的是给家庭创造财富 为家庭建设呢 打好基础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我其实是挺认可你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 挺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但是我想提几个建议啊 就是我觉得首先啊 这个折腾是好事啊 折腾说明你希望能够把家庭 建设得更好 但是我们怎么样 去把这个好事做好 做长做久呢 你恐怕需要更多的秩序 学习技能 提升能力 去应对很多不再是 以往我们传统观念的一些 做生意的方法 咱们如果做错了 确实栽了跟斗了 那就得反思 就如同回到你的老本行 你唯有把那些 查缺不漏的工作做好 一砖一瓦的给它填上 这个屋顶才会风雨不轻啊 那你守护你的家产 创造财富的能力提升之后 你才能够更加踏实的 笃定地往前走 第二点 我觉得你在态度上 你对妻子的态度 确实是有欠缺的 她当然会担心你啊 她跟你过了半辈子的苦日子 你们从一无所有 一穷二白 到今天能够有两个店铺 一套房子 你的妻子她格外地珍惜 她格外地害怕失去 所以你要明白 妻子之所以总是去阻拦你 不是说真的就是针对你 她抗拒的是你的态度上的不屑 她甚至在意的是你 已经不如以往的 身体逐渐地在衰退 她其实是心疼你 张先生你真的需要珍惜 珍惜这个患难与共的妻子 而不是仅仅出于需要 不是仅仅是为了 凑合一个完整的家 其实我看了你的这些行为的话 你比如说这个捡石头啊 收集这些东西啊 我倒觉得没太大关系 生活要有一点弹性 不能天天做一样的事情 那也特别没劲 但是这个弹性跟膨胀 你也知道它是两码事 这个身边的人其实是 他就像一个报警器一样的 他是不断地给你发信号 就是老婆的信号代表了 生活的信号 是生活在通过你的老婆 向你发出信号 不能太忽略 不能太忽略 终于是这一句呢 你们家其实遭到的损失 它伤到人家的当 会让你们很难受 那我要提醒你们的是 毕竟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你做的事情越大 走得弯路 吃得亏 上不当 自然就会越多 所以心里要有一个概念 只要你们心里面 想把家建设得更好 想把事情做得稍稍更大 这种风险会成倍地增加 而且几乎不可避免 首先要放下包袱 然后要总结经验 你这边放下包袱 你这边总结经验 加放下包袱 最后一个点 就是为孩子留东西 当父母的 不要有意地去留钱 有意地留钱 有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 你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而且很有可能产生 观念分析 第二 给孩子一个特别不好的暗示 因为父母帮我留了钱 当某些时候 我得咬牙的时候 我想一想 我父母能支持我 我可能就会松劲 我一松劲 我可能就会错失一个机会 或者在我心里面 就有一个很不好的 负面的建设 这个其实 现在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家庭 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都是鼓励 孩子 我更多给你们精神上的支持 而不是你们躺在我们的家产上 就睡觉 那这样的话 回过头来 你们俩的生活质量要提高 可以做一些安排 人就一辈子 自己都要开心 你们开心了 你们的包容度会增加 你们将来跟孩子相处 质量会更好 给孩子的积极的 正面的影响会更好 那才是财产 那是最好的财产 最后胡建云告诉他们 夫妻二人 要试着放下心中沉重的负担 以一种更轻松和积极的心态 面对今后的生活 调解随后进入到密室环节 廖席玉和刘怀博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 进入了密室 廖席玉在密室中 十分心疼地告诉张先生 生活不需要活得这么累 他也该学会放轻松 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你是再多的苦再累 你也没有怨言 因为你是为了孩子们 为了这个家 为了妻子 这个是很好的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人当物质生活 满足了之后 它就会上升到一个层次 叫什么 叫精神生活 比如说愉乐 爱好 锻炼 你总是停滞在那里 才没愿意这样做茶 但是你要知道 精神层面的东西 那是每个人必须的 此外 廖席玉认为 张先生在之前的生活中 对妻子周女士 有些忽略 作为家庭的女主人 她应当拥有 家庭经济的知情权 和支配权 你忽略了这个女人 连个知情权都没有 你看看 买个店面 买房子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都没有商量 你可以让她新娘 你看 家庭的经济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吗 那我不成了家家保姆吗 最后廖席玉告诉张先生 想要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稳固和谐的小家庭环境 是基石 所以修复好他们夫妻俩的关系 是她今后的首要任务 她要的是精神层面的 比如说晚上回家了 进门一个笑里 老婆你辛苦了 这个女人会加倍地爱你 假如你回来就躺在床上 你也不管她干什么 又干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心里很累也很苦 很大的压力 无处去诉说 她就是你的亲属对象 实际上夫妻之间 还有一层关系 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朋友关系 探情相见 会让这个女人感觉到 我跟这个男人 我再苦再累 我值得 而密室的另一边 刘怀博为了帮助周女士 更好地走进丈夫的心 告诉她 其实张先生这些 在她眼中难以理解的表现 其根源在于 满足自身的价值感 她其实一直在追求 这么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她的一个价值感 她很想要在生活当中 在她自己的这个圈子里边 得到大家的肯定 其实她内心是很软弱 很脆弱的一个状态 她其实需要的 不是你给她讲这个道理 她其实要的是一个支持 她要的是理解 作为心理咨询师的她 决定交给周女士 一些小方法 让她能够帮助丈夫 走出这样的焦虑困境 让他们俩夫妻的关系 变得融洽 温馨 你在跟她的活动 你的方式方法策略上 首先一个就是 你要变得 在她面前 你要呈现出来 你的软弱 你对她的依靠 这样子 你反而慢慢的才能够去影响到她 就像她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她是很希望你能够给她一些心疼的 你要去注意到这个点 你要去多看一看这个男人身上 值得让你心疼的地方 那么最终 经过了密室调节的两夫妻 能否在心理上 更加理解和包容彼此 都不善言辞的他们 在回到场上之后 又会对彼此 有着怎样的表达呢 调节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派条节 历史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两位当事人 有什么心态上的变化 老婆 以前我那些做的不对的话 会改正过来 希望你以后也要理解我 加了到我一起来 这个钱的事情 可以交给你的款 我知道你辛苦了 我们一起 一起做 一起做 这是感动的眼泪的吧 是 两夫妻就要这样吗 是吧 手拉着手 说心里话 一起面对问题 透明 管理经济 他现在以后回家 也这样对老婆说话吗 好的 他也就这样对你说话 然后你辛苦了 以后我们两个一起做 我会跟着你一起做 我会带我 看来平时 其实是压力很大 重新规划一下 让生活变得 轻松愉快一点 好不好 好的 为自己活 先为自己活 再为孩子活 那谢谢 谢谢金八条感 谢谢 各位老子 辛苦了 为我们辛苦了 调节结束了 周女士最后的轻言细语 对丈夫表达出的支持 瞬间瓦解了张先生的心 她像个孩子般的 在妻子怀中 颜面哭泣 将压抑心中 多年的委屈和焦虑 都宣泄一空 其实不断追求 更加美好的生活 是每个人共同的梦想 但 都宣泼沦的时间 所有务员沦的心 都宣泄一空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